這件事件發生在1997年4月14日 台灣的藝人白冰冰 她自己獨力撫養的女兒 叫做白曉燕 17歲 那天她遇上學 但是在中途 匪徒自劫綁架綁票 之後兇徒將白曉燕的手指切下來 更將她拍了裸照 向她勒索500萬美元 白冰冰最後決定報警 與警方有比較密切的媒體 立即聞風而止 幾乎所有媒體都去了白冰冰家 更加有電視台的轉播車 就好像想現場直播 白冰冰如何與匪徒交涉 到4月17日 即是白曉燕被綁架的第四天 要求她單獨交贖金 她一出車後 後面整隊的媒體 採訪車就跟著她 還有電視的現場轉播車 交贖款這件事就告吹了 在4月28日 有人在排水溝那裏 發現了一句全身赤裸的女師 證實死者就是白曉燕 法醫證實 其實白曉燕 就是4月18日被人殺了 全身都有很多處的傷痕 她的內臟亦都有破裂的跡象 明顯生前都是受過性侵 綁票主犯是陳俊興、林春生、高天文三個人 其實他們三個仍然在台灣 更加在台灣繼續不停犯案 有勒索、強姦、謀殺 直到8月19日 兩名兇徒林春生和高天文 竟然大膽到他們現身在警察宿舍 雙方都展開了很激烈的槍戰 記者當然 這個時候又出現了 他又趕到現場做直播 結果林春生被擊斃 而高天文就運到記者群裏 乘機逃脫了 陳俊興和高天文 他們在逃走時 就為了不要讓人認得 就去整容 進入了一間叫方保方整容診所 在手術完結後 當然他都不會放過整容醫生 診所的護士亦都被監察 他們的疫情計劃似乎都不是太過成功 之後高天文被拘捕的時候 正正是因為他被市民認出來 警察在現場的時候 亦都有跟高天文爆發了一場激烈的槍戰 所以他就吞槍自盡 三個主犯 剛才說了 死剩一個陳俊興 在1997年11月18日 闖入了南非武官卓茂旗的官邸 挾持了他一家五口做人質 主動打電話給警方 他說要求國際媒體來採訪 當時一直跟陳俊興 在做車輪戰的訪問 十幾家的媒體 也有主播竟然在現場直播中 公開了白冰冰家的電話號碼 叫陳俊興打電話給白冰冰 現場直播他去道歉 最後都是有投降的 在落網之後 經過DNA的比對 就證實陳俊興 在逃亡的期間 犯下了19宗以上的性侵案件 記者在當時這宗案件上 發揮的一些破壞作用真是很大的 當時白冰冰每次去交贖款 旁邊都圍滿了跟滿了採訪車 頭頂還有直升機飛在跟著直播 白冰冰說當時每一個記者 都是為了採訪新聞 採訪到好像瘋了一樣 他們完全不顧他的女兒的死活 他們只是要新聞 今時今日其實仍然有很多的媒體 一樣是用一些挖重取重的手法 為了搶收市 亦都不去理會當時人的感受 這種風氣傳來香港之後 都影響了香港媒體的生態 在我們的角度 譬如我現在做新聞 我覺得新聞不應該是拿錢買回來的 但現在好像覺得 譬如我拍張照我買給你好像很理所當然 大家都在搶這些這樣的市場 其實現在我覺得做媒體 應該要有一些原則和底線 這個我希望隨著肥魯麗的入獄 壹傳媒的色燈 這個媒體生態可以有所改變